看完對比試了之後 再看一次圓圖 就是灰綠了 他就嚇到 他就說 嘿 是灰綠 現在不會 顏色辯論大會 顏色辯論會 還記得當初有一個 也是顏色的話題 藍黑還是白金 噹噹 衣服在這邊 擋住你的臉 蛤 哈哈哈哈 噹噹噹噹 在這邊 好好好 OK 好就在這邊 好有看到 藍黑還是白金 當時吵得很熱烈 因為我看到的是藍黑 我跟我媽說是藍黑 然後我媽就說 這白金啊 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年輕人就喜歡 標新立立 明明叫白金就白金 你說成藍黑 太誇張了 那你 聽到 人家看白金的時候 你又覺得很驚訝嗎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那張照片 我那時候 不覺得是白金 但是 我有點 有點角度看到那個 黑色 會有點像金色 其實其實我想像的到 但是 這一個新的話 我就沒辦法想像 完全沒辦法想像 就是這一個 常駐的臉 這雙鞋 很神奇 濕聖的 藍給我看 你幹嘛 你這樣全民講出來 他說 你看到這雙鞋什麼顏色 我想說 他要買 我就說 灰色跟Tiff的綠 你也是看你的那個顏色 然後 他說 有這麼驚訝嗎 他說 我看到的是 粉白 我覺得很荒唐耶 我的想法跟我媽想法一模一樣 不要欣你 對 他問了我們是 就是 形式裡面的人 對 我跟另外的學弟都看似 綠 綠 就是認為看似 粉白 然後我今天就給那個 我一個朋友看 他就說 比較粉白吧 我想 他就 這魚看就粉啊 我想說 哪裡 哪裡有粉 然後他就說 就全部 就全部 對 因為我覺得很酷 所以我就上網查了 我就看到微博有一個 撥了這個對比 對比照 直接放這邊 砰 對比照 就是這個 這樣子 然後給那些粉的 海系人看 看這個之後呢 有一派人還是說 他還是粉白 只是另外一個粉白比較暗 但是 有一部分人 只要跟真正粉白的鞋子一比對 他們看到 血灰綠漬的鞋子 就變成灰綠了 而且那時候 求生看到這張對比圖的時候 他覺得很驚訝 他就說 我終於懂你的灰綠是什麼意思了 接下來有一個更神奇的故事 他看完對比色之後 再看一次原圖 就是灰綠了 他就嚇到 他就說 欸 是灰綠 我就說 哪裡灰哪裡綠 你知道嗎 他說 對對對 這裡是灰 他說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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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白 我跟他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就說 他的眼睛 看到那個顏色從灰綠漸層 慢慢變成粉白 再來 我就做了一個 就是一個實驗的事情 像 那些繪圖軟體啊 你說可以吸顏色的那一種 好 我現在就要來開這個繪圖軟體 我先來做一個 其他的實驗 這一張 為什麼是那一張 然後 拉一個色塊 然後吸顏色就是可以把 我現在要這邊的顏色 吸過來 比如說我吸黑色 他就變黑色 是黑的嘛 然後你頭髮顏色 是不是 我頭髮也很好看喔 這個走開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了 灰綠跟粉白的鞋子的顏色 我現在就是要吸 最有爭議的地方 就是鞋身的地方 好 我吸囉 一 二 三 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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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顏色就是我們看到的顏色 他看到吸過來的色塊是灰色 對 所以對他來講 很神奇的是對他來講 我吸的是粉紅色 可是怎麼跑出灰色 我覺得超酷的耶 那你吸鞋帶的地方 對 吸鞋帶 鞋帶是大家說白色的 白色 白色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綠色 綠色 我們再吸 Shift me 綠 一點白都沒有 很綠喔 嗯 灰的 綠的 右邊的顏色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想像不到 灰綠是什麼顏色的 粉白派系的人呢 這邊 真的就是我們看到的灰 今天錄這個呢 就是我最大的原因 是我們想要解剖 我有三個問題要問 第一個問題 原本上寫 大家看到 灰綠 或是粉白的比例有多少 那第二個問題呢 你問 第二個問題就是 原本看到粉白的人 看到寫灰綠這一張圖 是維持粉白的顏色呢 還是 它就真的變成我們看到的灰綠 對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一樣針對粉白派系的人 就是我剛剛不在吸那些顏色 我吸了鞋身 看到灰色 跟一樣維持看到 粉色的油 有哪些人 同樣的道理 我吸鞋帶 我吸完看到 變成綠色 或者是一樣維持白色的 有哪些人 掰掰